字幕志愿者 瀟雅 字幕志愿者 瀟雅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的 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繼續玩《鋼紫煉金術士》 遊戲推出大概8、9日 一個星期 有兄弟說 啊...卡關 怎麼辦呢 這方面我們慢慢跟大家說 是否有強勢的角色 只有一隻就足夠呢 我也覺得不是 玩樂的時候 當然評價也是很準確的 單一隻就很強 但其實還是要看陣型組合 才能配合一隊強隊 現在先跟大家說 先說抽蛋方面 接下來可能會有其他不同的角色 我相信會越出越強勢 所以現階段我都留了100抽未抽 這100抽可能等到一些我真的很喜歡的角色 又或者是配搭隊的角色我才會再抽 又或者這遊戲應該會有合作 我估計SE可以合作的其實也很多 就這樣拿FF出來說 已經有很多人物 不過真的不知道會否合起來 會否有些營運上的問題 不過應該都很容易出合作的 日本遊戲其實有很多合作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先儲好了 現在儲了8多抽 看看之後會否能用得到 如果以現在來說 沒有課金的都可以儲存到這個數量 以及其實也有很多SSR角色 但SSR角色並不是... 隨便把一隊都塞進一隊就厲害了 如果比較有效益的方法 我覺得真的在配隊上 其實大家可以按進去配隊上 上面可以看到 例如我自由搭四隻的話 就會有一致團結是更加強 兩隻已經可以加到全物防 物工 術防 術工等等 5% 對啦 那你真的要看看組合上 我自己覺得最好組就是師傅 加上兩兄弟 再加上雲尼 其實已經很好 有坦 有弓 有輸出 有補血 但自由的角色應該還有很多未出 那我暫時先玩自由吧 對啦 那你說有什麼 會是挺正的呢 其實比方者是挺正的 不過他要有四隻SSR來練習吧 如果真的有雙巴人 加上這四隻SSR 其實也不錯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SSR要突破上去是很困難的 你要強勁 又未必能做到 所以就自己去想 比方者其實強勁 他的八戰煉魔加 最大HP加10% 攻擊時會心率 以及會心傷害 即是暴傷 加上15% 其實也頗高的輸出 但是難練嘛 對啦 再看看其他吧 如果是馬斯丹的話 就只有兩隻 有奶媽的 但是厲害不厲害 還沒用過 我不知道 暫時來說 我覺得雲尼這隻奶媽真的好用 不過他是紫色 紫色角色有一個好處 就是異練SR 所以你說是否不好呢 我覺得暫時先玩吧 因為我... 只是看中吃飯 我自己就覺得 我暫時只玩自由會比較好處 看你啦 如果你說不是 我還是想多練SSR 你是有課金的 課很多 又雙巴很多 那你就再想想要是否需要 不過... 我又覺得小梅的奶力好像不夠 如果你說的話 小梅當然比雲尼有優勢 但是雲尼的奶力太強了 你看她的角色的外形 已經知道她的奶量比小梅厲害 說笑話 技能上的資料真的比較厲害 對了 所以我先選了自由陣型 先玩 對啦 接下來會不會變陣型呢 可能也會的 其實我已經升到70了 有兄弟問 喂 我卡關 可能30多呢 那已經卡關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真的玩死一個陣型的話 其實卡關就不一定會那麼卡 可能你是沒有手動 有些關難打 我現在玩的時候 其實大部份關卡自動都能過 對啦 小部份要手動而已 那怎樣做呢 其實如果你說升一隻角色呢 其實已經有所有東西了 你做覺醒 潛在能力上升 以及記憶的印影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覺得要升 但是有時候卡關也不能說 這些位置 喂 我卡住了 動不了 如果你真的升 突破不了的話 即卡住了的話 你可以先做記憶的印影 先升多一點 而且潛在能力上升也很重要 我其實就爆到現在1 2 3 4 5 6 現在正在做第七 盡量做吧 盡量做上去吧 因為你看到後面6的話 HP也加10% 其實挺厲害的 前面4已經是密防術防加5 也有連攜的攻擊 連攜攻擊如果你是玩同勢力的話 一定要先升到第三 為甚麼呢 因為你會同時打一隻 然後他再推出一下 打多一下的攻擊 普通攻擊的話 例如給大家看看我的魏凡斯 魏凡斯呢 我去到3的話 又是連攜攻擊 同勢力的話便會幫忙 當然你上升到更高的時候 連攜攻擊又會再強化 這個可能之後一點才可以再升到 因為我暫時卡住的關卡 這些關卡都還未去到 你看到這些關卡還未解放 所以遊戲是有時間慢慢玩的 如果人家說 我已經卡住了 那你就以這個方向 去升記憶引影 潛在能力 最好有得覺醒 你就覺醒他吧 老實說 如果你不課金的話 SR你無論如何都要升上去 因為你看到我升的魏凡斯 其實還有勁比馬斯丹 還差一點點 最主要就是覺醒夠高 覺醒上去就會更厲害 所以大家不要說 喂 我沒有課金 又或者我中課金 那就玩SSR 我覺得SSR很難一開始玩六隻 你說之後可能不能玩六隻 但現階段來說 升三、四隻或者三隻的SR 升上去 絕對可以幫助你解決卡關的難題 現階段 當然遊戲後面怎樣發展我不知道 但現階段我覺得是先選擇一個陣型 選擇一個陣型 然後選擇坦 奶媽 即是補血 然後有一隊有這兩隻的 已經是很好的 這樣組隊 因為每個人抽出來的角色 情況不同 很難說 我只可以分享到現在玩自由 其實打上去是挺舒服的 每天用完體力 基本上都可以升級了 或者我現在體力不夠 又不能升級了 突破不了上去 就不存在卡關的問題 如果大家聽完後也不太明白 還是卡關的話 不妨留個言 我們下部影片再討論一下吧 希望這部影片能幫助你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